生柱媚,还有色生相位处 这十个法里面,统统是皆空,不可得,这种相空 那我们的心有认识了相 离开所认识的那个沉浸,这个心事有作用吗? 没有,产生不了作用,所以这个心事的本性是空 它的相空 离开因缘,没有这个相可说 但我们平常会讲说,性空,性空,那是从本性上来说的 那我们也要从相上来说,一切相皆空 我们不能说,性空,但是相不空,那是错误的说法 那唯有讲性空,也讲相空,这样性相圆融皆空 多不可得,那这样才能够性相圆融 那性空,所以相能够缘起了幻化 这样我们菩萨才能够真的 借着这个体相用去利益皆众生 那再来我们讲,诸法空不可得空 那一切法空,那一切法就是因缘所生 如化如化的空 我们已经知道有为法无为法 这是包括一切法 那也包括内空外空内外空 内法外法内外法,这个也是一切法 那包括有漏法无漏法也都是空 那包括世间法出世间法也都是空 记法无记法也都是空 那共法不共法也皆空 一切法空,还有志向空,皆空不可得 那由认了一法不空的话,那是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在这十八空里面的诸法空 那不可得空,有人说 那这样的话,般若就是可得 一切法皆不可得,那般若波罗蜜是不是可得 般若波罗蜜不能止取 那龙树不上的新龙是说 所有万事万物一切东西碰到火都会被火烧掉 火是很猛力,能够烧一切的万事万物 那能够把一切万事万物这样烧掉的时候 这个好像火能够烧尽无语 那这样火的势力很大嘛 但是这个火能不能去摸它,能不能去抓它 火的势力那么大,但是火是不能抓的 同样的道理,这个空能够破一切的有 但是你空也不可得,不能去拥有知取它 如果你拥有知取它的,好像反而被这个空所烫到 所烧到了,那会重度灼伤 所以大圣说空法未破诸见故,若父酌一空,诸佛所不化 如果我们在酌这个空,那佛也没办法度化 所以佛所在讲十八空里面要讲不可得空 所以连这个般若的十相你也不可直取 不可拥有,也不可得 那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 无法空,如果法没有的话,是什么状态 有无可得吗?没有 无是不可得的,无法就是没有嘛 所以它是空,无法空 所以一切法它所陷起来是什么?陷起来是有法 那既然是一切法能够说得出来,它就是因言所生 所以是有法,因言所生法 不管是信空、向空,不管是内空、外空、内外空 不管是能够言语说明的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十方、上、下、皆是大空 那有为法也说得出来了 那在这里面这样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以后 我们就深深的了解 那个有法是空的 那无为法的无法是不可说的 但是假名的话就变成是相对的有为法的形容词 无为法这个用名词来形容就 那个名词就变成是有为法、生生妹妹了 所以无法空、有法空 那无法、有法就一并皆空 相当于有法的没有才叫无法 那有法既然都空了,无法当然也是空 所以在诸法实相里面我们要深深的了解 无法、有法、空 那在波罗的18空里面 波罗的空本来只有讲 直接讲空就好了 那世尊他告诉我们用18个角度来关 再多关下去就累了 就累罪了 但是你不讲这18个我们众生又会有所不足 那众生如果着在眼耳鼻舌生意的 你跟他讲眼耳鼻舌生意空 讲他自我 众生着在外在的五一六层 你就跟他讲设身相位触法的外空 众生在分别你有对立的时候就说内空、外空、内外空 众生着在那个空的时候 你就是跟他讲空也不可得 众生着在东西南北四围上下 就跟他讲大空的十方空 众生着在第一地上面不可着 那你就跟他讲第一空 众生会执取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对比 执取的你就跟他讲有为空、无为空 众生觉得佛是不空的 那你就跟他讲毕竟空 没有一法不空的 如果还有个不空的 那就不叫毕竟空 所以佛陀要跟我们提醒毕竟空 这三个字 那散空 信空 跟志向空 一切法 皆破散无语 众生会觉得有的东西是不会破散 不会空的 所以要讲散空 那有的人不晓得信空能够缘起 所以跟他讲一切法的本性皆空 本性皆依靠缘起 所以讲信空 有的人讲 这个儿子也很帅 女儿很美 佛陀就讲说 帅 如果真实有个帅的像的时候 他的叶不见 帅的叶不见 他的身体的细胞 身体健康也不见 那这样的叶不见的时候 那个帅还存在 这个像还存在吗 不存在 那美如果离开他的恭敬心 离开他的称赞如来 离开他的理佛见佛欢喜的 这些忍入慈悲的因缘如果不见的话 还有四大条河这个因缘不见的话 这个美能存在吗 没有因缘就没有这个像 所以像是空的 那讲 诸法空不可得空 跟无始空 无始也不可得 一切法也不可得 诸法通通不可得 连不可得也不可得 那有法无法通通是不可得 那这样不可得之下 一切法之空 那对一切法通通看破放下自在 这样就能够得到 菩萨的诸法实相以后去利益众生 才不会出众生 有一个不能度的 才不会说去 揽着任了一个众生或善法 去承认恶法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在我们讲到这么多次的 从波折的三甲到天台的三甲 到中润的空到波折的18空里面 讲的都是讲空 那这里面讲的空 平常我们会讲的空性 空性它是有还是没有 空性如果是有的话 那它是有为法生生妹妹 那这样的话 有为法生生妹妹 它就是不真实的 那空性是没有吗 空性如果是无的话 那就障碍一切法的生起了 存在着一个五 所以空性是什么 空性是非有非五 非有非五 就能够缘起一切法 随着因缘 众生如果是烦恼造业 就感召种种的业爆生 所以众生能够烦恼造业生死轮尾 是根本的基础是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空性上 那众生能够缘起 种种的无量的种种的像 不管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二轨道、第一道 是什么力量造成这六道的 是因为无免烦恼造业 所以才陷起这六道轮回 但是它的基本基础是建立在空性上面 那对于佛菩萨阿罗安来讲 阿罗安他是因为 也是性空、相空、一切法空 所以在这个空性当中 阿罗安他是看到这些 一切法空在空性当中 他知道轮回是因为无免烦恼造业 所以才轮回有这个六道 那同样的如果熄灭无民 熄灭烦恼 不再造业、不再轮回 那就恢复这个空的虐盘 阿罗安是见到这个 非常殊胜 所以圣人也是空 圣人是恢复这个空性 不在友谊法上面的追逐 凡乎是在这个谜与空性去追逐 但是生生妹妹的友谊法六道轮回 这个了解以后我们再知道 佛陀为什么要说这个空的因缘 说空因缘是因为要让众生知道 一切法皆不可得 才要讲这个空、这个因缘 所以了解这个说空的因缘以后 我们对一切法就能够不知情 那菩萨他知道这个空的因缘以后 又知道既然是空 所以能够圆起一切法 所以菩萨会去把握这个空之下 能够圆起了 跟众生讲轮回是什么一回事 跟众生讲解脱是怎么一回事 在空之下所以能够说 轮回是无免起烦恼造业 所以才轮回 所以众生你们应当要破除无免 不再起烦恼贪生痴 不再造业而轮回 但是烦恼也不可得 夜也不可得 夜暴也不可得 所以一切法皆不可得 是这样来讲空的 所以说空因缘是因为一切法皆不可得 那从这当中 我们要讲空的真意在哪里 空的真意可以讲圆起意 因为空所以能够圆起善法 不失所以感召福报 富有报 慈戒感召生天作人报 修订感召色戒无色戒天的报 修士认立十二遗远 八正道三七道品 所以能够熄灭烦恼 缘起熄灭烦恼的阿罗万匹之佛吗 那因为空意所以能够缘起六波罗蜜 巨组十地 十八空当中 所以能够巨组圆满佛道的阿妞托勒三八三佛地 能够缘起十地事物所谓 事物爱智十八不共法 大致搭配一切种子的佛 对不对 所以空的真实意有缘起意 那第二个空的意有极灭意 能够在一切法当中极灭 那见到这个极灭的真实相 那不会在现象界里面染灼 会在这个现象的缘起里面看到它是幻象 所以空又显示一切法的极灭相 那空又能够表示一切法的本来面目 一切法本来面目是虐盘嘛 所以一切法的极灭 它先在于贪嗔之无名的烦恼的极灭下来 无漏了喔 那在无漏之下 又能够放下 对于有为法的子曲 对色受想形式的有为法子曲 这样放下以后 就能够不受后有的虐盘 所以空又有表达虐盘意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空表达了缘起意 也表达了极灭意 也表达了虐盘意 所以是不是空串联着生死轮回的 还有串联着阿罗万匹之佛 也串联着佛的缘起 无量而变的功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有一个公案讲说 有一个老和尚 他要弟子们把这桶水拿到外面去 看看要做什么用途 那个洗碗的水 老和尚交给小和尚 这桶水的时候 小和尚就拿着这桶水 想说这刚洗碗了吗 水脏掉了吗 就把他倒到水沟去 汇水处理 当他回来的时候老和尚问他说 你这桶水拿去哪里 小和尚说倒到水沟去啦 老和尚说你这种人不懂的因缘 不懂的空法 小和尚问他为什么 他已经是洗碗的水了 没有用了 老和尚说这桶水 天生我才必有用 这桶水还可以拿去浇花 其他的水干净的水还可以洗东西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桶水 这一滴水 这个在讲什么 讲缘起意 缘起意就能够缘起一切的善法 我们众生是在缘起里面颠颠倒倒 水煮善跟不善 所以喜欢善人讨厌恶人 那滴水和尚他知道这一切法 都是各有他的用处 所以我们现代人看到大小便觉得他没有用 但是古代人他知道大小便他是可以做 做焦菜施肥用的 现在你只是把他当妇 太可惜了 那滴水和尚他知道一切法都有他的用处 知道缘起意 所以我们深深的把握这个缘起意 入诸法实相 学菩萨能够不执取有跟无 能够缘起大悲心 愿成阿妮多的三板三菩提 能够缘起菩萨行悲靡皆终生 能够转无上的法轮 令众生处理三界火灾 又能够骗学一切法 成就阿妮多的三大三菩提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入诸法实相 骗学一切法 阿妮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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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圓滿的時候才是一切種子 這是菩薩應當學的 菩薩要騙學一切法 要學什麼? 為什麼要學? 他要學一切法的基礎在哪裡? 菩薩騙學一切法的基礎在於 菩薩已經學過波羅十八空了 能夠在志向空中再學一切法 這樣才不會每學一切法就只取一切法 因為一切法都是建立在因緣上面的 所以這一切法的像都是空 沒有一個私有的像可得 沒有一個私有的一切法可得 所以菩薩騙學一切法 在一切法的志向空中都能夠無障無礙 所以一切法指的是什麼法? 一切法有 菩薩經裡面有六對 就是世間的善法跟不善法 那祭法跟無祭法 有為法跟無為法 世間法跟出世間法 有漏法跟無漏法 共法跟不共法有這六對 那世間的善法是什麼? 都是菩薩要學的喔 菩薩要學世間的善法裡面有孝順父母 尊敬師長 要能夠學恭敬出家人 恭敬有德的人 菩薩還要學 菩薩還要學 布施的身符的地方 還要學慈戒身符的地方 還要學修訂身符的地方 還要學勸導人家來護子三寶 恭敬師長孝順父母的地方 還要能夠方便讓福德能夠升起的這個地方 方便升福德升起的是什麼呢? 是能夠懺悔罪業 懺悔我們才能夠升福德 不懺悔罪就越來越深 所以懺悔方便升福德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自古以來 中國裡面非常注重這個懺悔 所以有種種的三寐水燦 種種梁王寶燦 大悲燦、地藏燦、金剛燦、淨土燦 從燦悔方便升福德 這是菩薩所要學的 還有隨喜功德 隨喜別人所做的善行 別人所得到的福報 隨喜升福德 還有能夠請佛入世、請轉法輪 請法師說法 這個時候方便升福德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心願意請佛入世 讓眾生能夠遵循如來的教誨 能夠讓眾生 能夠因為有佛轉法輪 有法師說法 自己也會公進三寶 也會公進法師、公進正法 這樣我們也會升起福德 叫做方便升福德 又能夠行 學世間的十三道 世間裡面 不殺生、不偷盜、不血癮、不妄語 不餓口、不兩舌、不欺癮、不貪、不撐、不嫉妒、於刺 這個要學世間的十三道 那菩薩在學這些世間的善法的時候 是在自向空中不染不著的 他學這個做什麼用? 學這個能夠教眾生 能夠行這些種種的善法 還要能夠行久想、不禁想 久想、不禁想裡面有 我們眾生死的時候 身體放個幾天就膨脹了 膨脹以後有血想 就是血流出 血流出以後 爛壞了 身體壞了 所以壞想 壞想以後化膿 濃爛想 濃爛想以後會有清 我們身體會有清淤 會有 像好像我們被人家打到 身體有清 清淤想以後 又有蟲來吃 蟲淡想 蟲淡想吃了以後 全身的肉已經越來越少了 骨頭的筋骨分解掉以後 剩下骨頭想 然後會有 散想以後 只剩下骨頭的一個一個一個 剩下的骨頭在那邊 那骨響 骨響以後 去燒 剩下像灰一樣的那種骨灰 這是燒響 這是酒響 那菩薩他學這個不禁 雖然他不是要入不禁 而 正阿羅漢 但是他要從這個 做起 能夠離開欲界裡面的 這種 預想 那還要能夠修 四禪 從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修四空定 空無邊處定 四無邊處 無所謂處定 非想非想處定 修慈悲喜捨 事無量心 修這些 這是他要學的 菩薩還要能夠學 念佛 念法 念生 念戒 念師 念天 念善 念安波 念生 念死 要有修這實念法 念善是什麼 念善是念著虐盤的存善 功德無量無邊 念著一切善法能夠導向虐盤去 雖然還沒有得虐盤 但是這個 念這個善 念虐盤這個目標 就會生起善心 就會離欲向著虐盤 不再染著世間 這個念善 也就是念 休息或者念安波 這個 念生念死 念死是什麼 念著死的時候躺在那邊 不再 擁有什麼東西 所有世間的一切 這些身心五運世間 財物名利 通通帶不走 所以念死的時候 沒有什麼好執取 好擁有的 這是念死 那菩薩要學 這些善法 當然也要學不善法 不善法有哪一些 不善法有殺生 拖道邪淫 妄語兩舌惡口 貪欲稱謂忌害 愚痴 這些為什麼要學 學這些才能夠教眾生 什麼是會墮落地獄二鬼出生 阿修羅道裡面的 因緣 那也 才能夠教眾生 應該不要墮落三二道 知道他的因緣 才會障礙住 不會墮落 這個是不是就像佛陀告訴我們的 佛陀說 我有事無所謂 第三個所謂是 一切的 葬道法我通通知道 所以眾生 你們不要去行這個葬道法 會障礙到內盤的這個法 這個道不可以走 所以在這個根本的地方 我們菩薩當然要學 什麼是世間的不善法 那不善法 知道但是不行 要秉住它 這是要學的善法跟不善法 那什麼是祭法 無祭法也是要學的呢 祭法裡面就是善法惡法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反正做善就是有祭 做不善就是有惡 這都是惡業 都是祭住的 在我們的所謂心靈深處 所謂在業裡面 都是有祭有祭的 所以這是善法跟不善法 那這個是要學 善法當學 不善法應知 那什麼是無祭法 無祭法就是不會對後 未來產生什麼影響力的 像我們在工作裡面的技術 這些不是善業 也不是惡業 所以對未來不會產生什麼影響 走路微移 它也不會產生未來式的影響 所以它也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這種變化 動作、微移、吃飯、睡覺 這些所謂身、口的這種行為 通通不會產生什麼後續的影響力 所以這個叫做無祭法 古代裡面叫做炎鵝王的旁邊有個判官 在祭著你的善業跟惡業 這是用那個來形容說 所祭的不是什麼都跟你祭住 是祭你的作善作惡 那個叫做祭法 你走路吃飯這個根本不用祭的 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要寫日記的寫一些沒有用的話 那個顯然是無祭沒有用 要寫祭法 祭善祭惡 第三組是世間法跟初世間法 世間法是什麼 世間法就是五運十二路八戒 世間法就是 慈善、五戒、世禪、世無量心、世無色定 那叫做世間法 因為所行這些、所做這些都是世間裡面的 而且會在來世裡面、未來裡面 還是一樣在世間裡面 這叫做世間法 初世間法呢 初世間法就是四念初、四正晴、四如一族、五根、五立、七不敵分 這個是會導向初世間 會從世間裡面解脫 這個我們已經在尼古德勒廟法裡面也講了嗎? 三七道品 初世間裡面還有什麼? 三解脫門 空解脫門、無向解脫門、無作解脫門 這個都會導向初世間 所以它是初世間法 路是初世間的路 結果是初世間的結果 所以叫做初世間法 那在三無漏根 我們在正道出國之前 叫做未知、欲知根 還沒有講見法的時候 已經能夠願意見法 所以在八人七字的時候 見到位裡面未知、欲知根 那出國第十六星的時候 在道列治 在道列治升起的時候 第十六星是出國聖人 出國、惡國、三國 就是知根 那正道阿羅漢的時候知已根 已經都知道了 見法斷了煩惱之已根 所以這三根也是初世間法 那三三昧裡面 有絕、有關、三昧 不只是初禪的有絕、有關禪定 而且在這裡面是入空三昧 無向三昧、無作三昧裡面 有絕、有關三昧 那初禪跟二禪之間的中間禪 無絕、有關三昧 都入空三昧、無向三昧、無作三昧 所以它是導向出世間的 所以叫出世間法 那無絕、無關的二禪、三禪、四禪 空無邊處、四五邊處、無處處 就是地裡面 又有空三昧、無向三昧、無作三昧 所以它是出世間法 這是菩薩學的 那這裡面都是跟 志向空相應的 所以不染不著 是指消五、五、六、五 又能夠三明、八解脫 八背色 又能夠正義念 又能夠有廢 又能夠正義念 又能夠八背色 這個 都是跟出世間有相關的 以去自出世間法 那這些正義念能夠導向內盤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对是有漏法跟无漏法 有漏法是世间的善法 无漏法是指贪欲洗灭 称慧洗灭 于是洗灭 一切烦恼统统洗灭 那个叫做无漏法 什么是有漏法 有贪、有撑、有吃 那叫做有漏法 那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形容 在平常里面我们如果只取 摄运、受运、响运、行运、试运 我们如果只取这个摄受响运士 甚至我们只取言、耳、鼻、舌、身、意 都叫做是有漏法 还只取外在的摄生、香味、触法 都是有漏法 只取十八戒都是有漏法 这些通通是 所以它叫有漏法 无漏法就是从出世间里面的 熄灭烦恼的谈、陈词 通通是无漏法 所以四念处、四正寝、如一组、五根、五粒、七不提恩、八正道 六婆罗密、八空 乃至十粒、似乎所谓、似乎来自八不空法 通通是无漏法 会熄灭烦恼的 那什么是有漏法 有漏法里面包括世间的善法、不善法 包括我们在修行虽然是无漏法 但是它是生生妹妹的 像四念处也是有漏法 四正寝、四如一组、五根、五粒、七不提恩、八正道、六婆罗密、十八空 十粒、四无所谓、四外至十八破空、法 这些都是生生妹妹的叫有违法 那什么是无违法 无违法是不生、不住、不昧 那叫无违法 这个都是志向空 在我们讲波的十八空里面都谈过了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菩萨必须要知道 菩萨什么是共法 不管是佛道还是外道的 通通共同有的叫做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设定 菩萨要学 学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设定 这都是共法 那什么叫不共法 只有佛门中佛法里面 跟世间外道不一样的 叫做不共 那什么是不共 就是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组、五根、五力、七不听、八正道 六婆罗命、十八空、十力、四无所谓、四无来自、十八不共法、大自大卑、一切种子 这些 生恩法、辟知佛法、菩萨法、佛法 这些不是世间所有的 外道也没有修这个 所以不共世间跟外道 那世间外道他们也会跟佛道里面一起学的都有的 此事产、四无设定 跟慈悲喜者、四无量心 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菩萨他 你看他要学这一些 他的功德在哪里 第一个你有注意到 菩萨要学善法不善法 所以菩萨要学的可多了 菩萨要学世间的善法 所以能够帮助众生 怎么在世间的人天里面往返 菩萨学不善法 所以帮助众生 不会堕落三二道 菩萨学技法无技法 所以菩萨在无技法里面 他不会浪费时间 他会在技法里面 劝众生断恶修善 菩萨在世间法跟初世间法里面 知道什么是世间 什么是初世间 所以菩萨会令众生 从世间里面导向到初世间 菩萨在有肉法跟无肉法 会令众生去除有肉 而能够入无肉解脱 菩萨知道什么是有微法、无微法 所以能够有微法入无微法 菩萨知道修共法、不共法 所以共法在还没有佛的时候 教众生能够修共法 在有佛的时候 能够让众生从共法导入到 不共法的三圣里面 那这一切法通通自相空 通通自相空 所以没有一法可得 这个是极为重要的 那还有一个叫九次第定 那这个九次第定里面 它是属于初世间法 九次第定里面是初禅的离欲 二不善法 有绝有观离生喜乐地 入初禅 那次第定里面又有无绝无观离 那三禅是离喜庙乐地 入三禅 那四禅是离喜庙乐地 入三禅 那四禅是 舍念清净地入四禅 灭了一些喜乐又被苦恼 那过一切色处 从色戒禅 舍得色入空无边处 那再来 舍得空入四无边处 那舍得四无边 入五所尔处 那舍得五所尔 入非有响、非有响处 那舍得非有响、非有响处 那舍得非有响、非有响 入面经定 这是九次第定 菩萨跟巨姐都阿伦都有到魅敬定的这种功德 那有这些功德 以后做什么用 能够教二圣 那在九次第定里面 要教一般凡乎禅定 也有办法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那在这里面 菩萨他既然骗学一切法 那他的作用我们必须要了解 菩萨他如果只有所谓 行菩萨道 要成就佛道的话 如果单单只有讲这样的话 没有把他讲清楚 他的作用在哪边 那这样的菩萨太可惜 而且菩萨他如果要 劝身闻披士佛的这种行者 能够要教他们 身闻人跟辟知佛行人 他会说 你这个菩萨 你又不懂身闻道辟知佛道 那这样的菩萨 会被身闻辟知佛二圣所看不起 那这样的菩萨是不圆满的 所以菩萨要先学诸法实相 得一切智 那得一切智 在一切智当中 又要能够学身闻道辟知佛道 那在身闻道辟知佛道 这个二圣的这一道里面 跟菩萨的所行的道里面有个对比 那我们再回忆一下 我们在身闻道里面所学的 身闻道里面所学的 有学到我们要从文会到思会到修会 那文会里面我们有所谓的顺解脱分 那有一个叫顺抉择分 再来是圣道分 那顺解脱分里面我们学到的是什么 他是有文会思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心 听闻佛法思维佛法 但是还没有得到禅定的功德水 所以他这时候好像是菩萨道里面的干慧地 顺解脱分像菩萨道的干慧地 也是文波勒波勒密 思维波勒波勒密 但是还没有得到禅定水 这两个是相对等的 所以顺解脱分里面 菩萨道里面 菩萨道跟声闻 是有这种对比之下 声闻法他这个时候要修什么 修五庭心观 五庭心观还没有得禅定 但是他有观的力量 也就是文会思会以后 五庭心观以后再修 试念处的别项念 也修试念处的总项念 但是还没有得禅定 这时候的声闻法 他就在顺解脱分里面 又进入到修禅定以后 观世第16形象 他入了顺觉则分 已经有禅定水了 顺觉则分里面 也就是有软位、顶位、忍位、四第1位 这四三根位 这里面就相对于 菩萨法里面的性地 菩萨法里面有干慧帝、性帝、霸仁帝、 见帝、伯帝、礼义帝、乙斑帝、 辟帝、辟帝、辟帝、佛帝 相对等于顺觉则分里面的 软、顶、忍、四第1 这个四三根的 他就是属于菩萨法里面的性地 为什么? 我们讲软必至虐盘 也就是你如果在修观世第16形象以后 你软位升起了 不管你以后如果还有堕落二道 你还是到最后终究会得到虐盘 因为软已经升起 菩萨也是一样 只要他这时候有菩萨的种性以后 他以后必定会成佛 这叫性地 那生恩法在入四第以后 他再来就是见到十五星 也就是观世第形象里面有 身体的苦法忍、苦法治忍、苦累忍、苦累治忍 到身体的中共在身体的寂寂寂寂寂寂寂。 升起了脊法忍、极法治忍、寂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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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 conse такой 道法忍 道法治 道類忍 就是見道十五心 在見道十五心的時候 叫做虛頭犯道 到最後道類治升起的時候是出國 這個是奢文法裡面的一種次第 那菩薩呢? 菩薩這個時候當他在前面見道十五心的時候 他這時候是升起了八忍 八種忍 就是苦法忍 苦裂忍 即法忍 即裂忍 滅法忍 魅裂忍 道法忍 道類忍 就是八忍 菩薩在身體這種八忍的時候 這時候他會升起的是 無聲法忍的部分 當他八字升起的時候 他就得到無聲智 所以在無聲法忍 無聲智的圓滿的時候 這是七弟菩薩所成就的 當七弟菩薩成就這個以後 他正的無聲法忍 正的無聲智以後斷了煩惱 斷了煩惱 當他這個時候忍著不正到阿羅萬匹師佛 所以菩薩在七弟的時候 正到無聲法忍 得無聲智以後斷了煩惱 這時候當他捨掉這個生死的夜報生 他就得到法神大事 法神菩薩 他是法性生生的 這時候他是誇過 建地 伯地 禮義地 乙伴地 辟師佛地 這時候直接入的是菩薩位 進入到菩薩位 所以菩薩雖然有 從崗位地 信地 八人地 建地 伯地 禮義地 乙伴地 辟師佛地 菩薩地 佛地 但是中間的從 建地 伯地 禮義地 乙伴地 辟師佛地 這都是從八人地跨過去菩薩地 沒有入生文位 但是能夠跨過去表示什麼 表示他有具足 具足這些生文地 辟師佛地 所以當他要能夠跨過去這些 他是不是要學生文道跟辟師佛道 這個是一個重點 所以菩薩他要騙學一切法 要騙學諸道 所以在這裡面叫做 他要有生文道 辟師佛道 跟佛道的道種淨字 這叫道種字 所以他在這邊深深的了解這個以後 在得無聲法忍 得無聲字以後 這裡面就開始學一切法了 所以菩薩在得無聲法忍 從七地入八地以後 八地開始騙學一切法 我們可能還沒有到達那種程度 不過你先知道這個里入次地 以後我們在騙學一切法的時候 你才知道現在的結位 對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的重點雖然我們會學這麼多 但是我們更重要 我們現在階段是在學諸法十項 那未來八地以後是在諸法十項當中 又學一切法 不過我們現在先知道一下 它的次地 它的相關性 那菩薩在騙學生文道 闢釋佛道跟佛道的 這裡面聚組了以後 這三道聚組以後 這時候就會得阿妮多羅三秒三菩提 那當這時候得三道聚組的時候 能夠最後以一念金剛相應慰 能夠斷了煩惱跟喜氣 它其實煩惱在德無聲法忍 德無聲智的時候就斷煩惱 因為智慧是斷煩惱的 那所以它到最後是以一念金剛相應慰 斷煩惱喜 這個時候才是得一切種智 成就阿妮多羅三秒三菩提 那菩薩得阿妮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時候就進能夠十方世界 無量無邊的世界去利益眾生 之前當然也有啦 但是成佛的時候才就進一切 那菩薩剛剛講 菩薩是在八人地的時候 是得無聲法忍 然後在得無聲智的時候 這時候他跨過聖文道匹師佛道 入菩薩位 這時候他已經得到道種智 是不是他已經有聖文道匹師佛道都有了 所以這是一個關鍵點 這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關鍵點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在這邊你有沒有注意到 什麼叫做菩薩的道種靜至 那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話 我們菩薩講 菩薩有甘慧帝 姓帝 八人帝 見帝 伯帝 禮義帝 乙伴帝 那P字佛帝 佛帝 那現在我們已經跟聲文道比了 現在是菩薩的這個十地 跟另外有時候我們會另外一個名字叫做菩薩的 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七地 八地 九地 十地 現在再另外跟這個比 這個十地前面的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七地 這個前面的七地以下 通通還沒有得無聲法人 還沒有得無聲智 那無聲法人這個七地 得到的時候捨掉生子夜報生 那捨了以後得法神菩薩是八地 所以在這個七地 是相對於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八人帝 是相對這個八人帝 那七地得無聲法人 得無聲智斷煩惱的時候 這個入八地 這個時候是相對於我們講的那個菩薩位 他是從那個在崗位帝 姓帝 八人帝 八人帝得無聲法人 得無聲智以後 他是跳過進帝 伯帝 禮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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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這種比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種叫做道種境制 菩薩道種境制 菩薩在這種道種境制之下 他要學的東西 開始要學一切法 他所學的一切法 像剛剛講的 善法跟不善法 他要學 那世間法跟初世間法 計法無計法 漏法無漏法 有違法無違法 共法不共法 這些都學了以後 同他所有的 雖然志向空 但是一切的幻象 因緣果報的關係 他都能夠了了之 了了學 學了以後 要為眾生講 眾生我們要避免他多路上的道 避免他起二心 要讓眾生起善心 那在善心當中又能夠去 開始 能夠趨向內盤 能夠想要得解脫 那菩薩他這樣知道以後 要為眾生 開始演說 令眾生了解 那這樣以後 菩薩還要了解 一切眾生的語言 不只了解人間的語言 人間裡面你看各個世界的語言 就那麼多了 到八地菩薩他學一切 這些都要學 對他來講有沒有困難 不是很困難的 是我們眾生有葬有愛的 才要學的很困難 對菩薩來講 他不用學那麼多困難的事情 他也不會有那麼困難去學 他很容易學的 所以不只是學人間的語言 而且學天上的語言 路的語言 動物的語言 軌道的語言 地獄眾生的語言 通通可以學 連 目見人尊者都知道很多種語言 何況是菩薩 菩薩了解 悟了眾生的一切語言之外 這個時候菩薩要 以這些種種語言音聲 遍十方三世一切世界 為眾生說法 那他說法的時候 好像空谷的那種響 響聲 這種相識聲的說法 有沒有注意到這樣 菩薩已經具足道總治的時候 聲聞道、僻智聞道 跟佛道 統統具足這樣在說法 利益見眾生 這樣的次第是不是很清楚 這時候你看 他瞭解這些以後 菩薩會 深入到眾生的心想 六道眾生的心想 他通通知道 知道以後又知道 這個眾生 他在過去生的是什麼因緣 感到現在這個果 那現在的種種的因緣 又能夠感到未來式的果 所以這個事實叫做 菩薩的宿命名 還有未來的天野名 菩薩通通知道 菩薩通通知道之後 能夠深入到眾生的心想裡面 然後為眾生適當的說 是眾生能夠理解的法 如應說法 那這時候他的話 會不會有虛話 會不會多說一句 少說一句 不會 菩薩不會浪費一句話 多說少說都不會 能夠如眾生所應 然後利益眾生 你看這八立以後的菩薩 他所做的跟佛很相似 非常相似 所以這就是菩薩 得無聲法輪 得法身大事以後的功德 那這時候他要辦什麼事情 他要跟眾生講 三二道乃至於阿修羅道 什麼是因之 什麼是應該障礙住 不讓它發生的 也就是地獄的果 菩薩跟我們講 地獄的因 菩薩跟我們講 地獄裡面的報的種種狀況 都跟我們講 然後地獄裡面的這條路 是怎麼過去的 跟我們講 在地獄的果 地獄的報 地獄的道 地獄的因 這時候你應該要知道 也應該 不要讓它發生 所以我們在 離苦得樂的妙法裡面 我們講的 佛教的宇宙觀裡面 我們講地獄是什麼景象 地獄你們中生受多少苦 為什麼會下地獄 它的因果關係 統統講那麼清楚 我們目的在哪邊 希望能夠學習菩薩 能夠先把這些法藥跟大家講 那我們如果知道下地獄的苦 多苦 不要下地獄去 既然你知道不要下地獄去 那要知道它的因果關係 它的因是什麼東西 我們不要去照那個惡因 惡因不照叫做臟病 不要讓它發生 惡鬼道的眾生 它的苦有多少 它是什麼形狀 它的爆 它的正爆是什麼 它的衣爆是什麼 有的會噴火的 有的很飢餓的 有的雖然有福報 但是要人家給它 它才有 不能自己得到 那它的因是什麼 可能千丹丁射犯戒 所以這些應該是知道的 而且應該是擋住 葬住它 不要讓它發生的 出生到 有的是做龍 有的做金赤鳥 有的是做象 有的是做馬 有的做牛 有的做狗 有的做豬 有的做那種 地上爬的那種 沒有腳的蟲 有的做蜈蟲 這種很多腳的 這些狀況你知道它的苦 多苦 你也知道它的因是在人間裡面 有的慈戒 有的焦慢 有的慈戒欺乎別人 有的慈戒不慈戒 這些散熱道中 都是不慈戒的 有的是焦慢 做金赤鳥 它還有不濕一點 有的是泛戒 它行善 它做其他的畜生 像它不濕 它很有力氣 做象馬 這些它以後受到很好的待遇 雖然行善但是犯戒 又有布施 它以後會做這種 有好待遇的畜生 像馬牛這些 有的認為自己很焦慢的 會做那種金赤鳥 這方面的 有種種這種變化不同 那這些都是應該要 藏住不讓它發生的 那做人富貴人的法 應該要知道 它的因果這條路 還有它的果報殊聖 應該要知道應該要學 那升到玉界天的殊聖 我們講升天之論 我們講得很清楚 那應該要知道應該要學的 那升到色界天的功德殊聖 應當要知道應當要學的 無色界天的功德殊聖 這條因果關係 應當要知道應當要學的 還包括能夠爭到 初果虛朵凡 二果四朵凡 三果阿納凡 四果阿勒凡 是屁之佛道的 應當要知應當要學 創造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